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欺騙社會 欺騙社會 恐怖殺人 恐怖殺人 白晶天人擴場 日耳運暴增 日耳運暴增 台中肺腺癌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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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灰蒙蒙 天空灰蒙蒙 從2011年開始 台中市的肺腺癌的耗發率 已經是全國的第一名 在此 我們不希望所有的人 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 就沒有了爸爸跟媽媽 所以我們今天要站出來 為了爭取我們要呼吸一口 新鮮乾淨的全力 從這個學年開始 因為祖父聯盟 台中分會的努力 從這個學期開始 九月 每個台中市的國中小 都要懸掛空屋棋 空屋棋就在這個地方 分成四個顏色 學校的棋子 都是紫色 紅色 黃色的 很小會有綠色的棋子 我覺得 空氣很不好 紫色的棋子 一看到的時候 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綠色的棋子 綠色的時候 天空剛剛 晶晶藍藍的 白雲也變得比較白 台積電在大杜山的北邊 又開發了大概五十幾公頃的土地 把原始的森林全部砍掉 未來如果設廠之後 會增加48億度的用電 48億的用電 它會再增加台中火力發電廠的燃煤量 會造成更多的污染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反對 我要我的孩子有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我要我的孩子有健康長大的權利 我不懂為什麼經濟繁榮 需要危害我們的環境 犧牲我們的健康 所以我希望 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出來之前 中科不要再繼續擴廠 台積電請立即停工 在美國曾經有一個研究 它是這個地區的PM2.5的濃度 如果增加每立方公尺十個微克以上的話 這個地區的人民罹患肺癌的比率會增加8% 另外就是百分之六的心臟跟血管性的 跟肺部的疾病也會增加 台中大理車站全灘76個車站 大理最壞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台中火力發電廠 它在台中市還有五個監測站 還有五個 其中一家一隊 一家在東大 當時我看東大裡面說它的空汙 我不知道有一個自己做的看板 我跟大家報告 東大就就接近中科 東大那個監測站 比大理還要敗 還比較嚴重 我跟大家報告 大理監測站是全台灣中央環保署 76個車站 最嚴重的一家 台中的廢線來 已經是全台灣最嚴重了 給他下來一起 不然不要送 對 台積電沒有下來 就不要送 好 講出來 好 那個台積電的代表不敢出來 我們一起來喊出來 台積電出來 台積電出來 昨天協調他們說有代表要出來 他們現在不敢出來 台積電出來 台積電出來 我們一切 是那麼的和平理性 但是 他們的承諾 卻放了我們鴿子 我們實在不能忍受 為什麼 昨天他們承諾了 說要接受抗議行 今天 我們 上千位民眾公民 爸爸媽媽帶了孩子 走了3.6公里 天快黑了 他們居然 就放我們鴿子 在我們坐在這邊 不接受抗議行 東海大學 我跟大家報告 他PM10的76 是世界衛生組織的4倍 那裡有18000名的師生 臨時的空氣就76 我們的PM10 是這樣跟PM10的48 是世界衛生組織10的4倍 5倍 處長 你本來在天下地下可以多活幾年 但是給他這樣可能沒辦法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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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書面的資料 我代表收起來之後 我帶回管理局的時候 我們會仔細的 我們會仔細的研究之後 用正式的用書面的方式 把一些誤解的部分 做一個澄清 那再請 那個 有媒體朋友部分 也幫中科 這個澄清的說明 做一個報導 比來台中小孩 可以看到 藍藍的天空 享受乾淨的空氣 雨水 飽受PM2.5空氣汙染的台中天空 可以波雲見日 與數不安的繁星 這是一場以公民為主體的公民運動 因為我們要為自己的環境來發聲 我們要向張忠謀董事長喊話 要求台積電停止中科的擴廠 擅盡社會責任 健康風險調查未完成前 中科擴廠立即停工 我們要求 中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下台 為中科暴增的台中 台中人致癌風險負責 我們要求新的國會 立法院修法 讀管法比照美國的標準 加嚴管制科學區的污染 我們也要求總統候選人 提出產業轉型 以及環保的雙贏政見 讓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也讓國家有永續發展的希望 我們是台中市的市民 我們要求台中市長林佳龍 要為當初公開在環評前 爭取台積電設廠的行為道歉 到社會議院 我們到社會議院 開動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